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与即将 近日陆寒拍摄的一支新广告播出 在这支广告片中,陆寒调染过的头发向后隆起 身穿一件黑色打底搭配白色外套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十足 广告中陆寒配合台词,做出许多动作和表情 在一组镜头中,他眼睛略微眯着 歪起嘴角,舌头微声露出一个贤媚的笑容 这支广告播出后很快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和热议 有网友留言,歪嘴贤媚笑还剩舌头 有网友表示,翻看了一下他以前的头像,年轻真好 也有网友言简一骇的在评论区留下妈呀二字 似乎对陆寒在广告中的变化不能接受 反而更怀念之前的他 陆寒自从韩星出道以来一直在娱乐圈里是流量不断 之后参加奔跑把兄弟又出演过许多的影视剧 和国民闺女关小童关宣后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粉丝 很多不了解陆寒的人总说他是幸运的 陆寒从一个替补生到练习生最后成长为公认的巨星的背后 是我们看不到的艰辛与努力 陆寒是在民洞逛街时被SN娱乐公司心探发掘 由于长相俊俏可爱 便准备签约作为练习生 由于没有给陆寒书面的正式协议 所以并没有让陆寒进公司训练 当时陆寒等待的太漫长 让人忘了最初的意义 语言上的障碍 让陆寒始终没有拿到练习生的资格 此时的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去韩国研饰大学学习韩语 通过一年的努力 不但通过了韩语等级考试 也考上了首尔综合艺术大学使用音乐艺术系 同年被SN娱乐被提作替补生 这离语物队还远远不够 每天陆寒坚持流畅地阅读一篇当天的新闻报道 终于在2010年成为了公司名下的练习生 从此严格又残酷的训练就开始了 每天集中训练十多个小时 三点一线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 除了训练就是睡觉 努力坚持经常要在他的脑海中出现 对着这样的目标最终陆寒成功了 2012年组合ESO正式出道 2013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 2014年感觉在公司条条框框下 难以展示自己的陆寒 正式通过法律途径与SN公司解约 之后不管是影视综艺还是音乐 在娱乐圈是多面开花 陆寒是近几年当红的人气男星 他因外形出众在街上被星探看中了 成为了练习生 2012年开始正式成团出道 在组合内他唱跳都十分的出色 那个时期陆寒凭借自己的外貌获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选择回国发展后 陆寒也曾参与多部影视剧的拍摄 在重返20岁穿越火线等影视剧中 都可以看到他精彩的表现 近日看海现身一档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中 以另一种方式为大众带来欢乐 在这档节目中陆寒表现相当活跃 他与一同参与录制节目的黄渤 陈鹤之间的互动 也是非常的搞笑轻松啊 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陆寒的高颜值呢 一直都是他身上最闪耀的标签之一 但除去颜值 他还是具有很多其他的闪光点的 希望陆寒今后在节目或作品中呢 多多展示自己各方面的才华 也期待尽快的看到他的新作品 近日做科威呀 直播间的出身带流量之子陆寒 再一次让人呢 看清娱乐圈的浮躁 众所周知啊 陆寒在本月初发布了新歌 名叫漫漫 令人意外的是 NV中的动漫画面呢 涉嫌抄袭 经纪公司迅速发出声明 对待清泉一向保持零容忍度 随后呢 全网下架NV 如此行为 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称赞 很多人纷纷同情陆寒 认为他是受牵连的 他也无辜了 本着服侍中国动漫的 结果变成了农夫 一手烂牌打好 陆寒的团队确实挺强的 不过再好的团队 也无法掩饰他业务不经的事实 在威亚直播间中 陆寒应观众们的要求 清唱起了新歌 慢慢令人尴尬的是 唱着唱着突然忘词了 威亚呢 随后递出了手机 让陆寒边看手机边唱 才算是把歌给唱完了 实话实说 这样的情况在娱乐圈呢 还是第一次见啊 慢慢这首歌 总共才四百多字 整体的风格呢 属于口水歌的一种 节奏轻快 有大半是重复的地方 并不拗口 结果呢 即使这样 陆寒呢 还是给忘词了 着实练武语 娱乐圈已经浮躁到 这种程度了吗 纵观陆寒呢 所有的业务能力 还真没有广受大家认可的地方 演技方面啊 一部择天际 让人看得毫无追剧的欲望 主演的电影 上海堡垒提名金扫走奖 虽然编剧和导演的责任重大 但顶着一头厚刘海的他 还是不太符合军人的人设 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人们常说 不在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结果呢 又有军事题材的电影 找到陆寒 他的发型依然不变 飘逸的长发 非常的强劲 有人为作品剃光绣发 比如李亚鹏版的 《笑傲江湖》 出演出家人一邻的 扮演者陈立峰 以光头示人 这才是敬业 一个女演员都能做到 这种程度 作为一个男人 捡一个军人的矛盾 就这么难吗 或许呢 这就是陆寒从流量之子 让位的原因吧 过分的注重自己的形象 忽视了业务能力 其实呢 颜值并不是长久之计 看一下曾经的四大天王 除了张学友 其他三人呢 都是以颜值著称 刘德华一直在努力 希望抛掉偶像明星的标签 结果他做到了 红了几十年 张学友呢 更不用说了 成了歌神 而当时人气最旺的黎明法呢 是解忍中 发展最差的 黎明的实力呢 比现在的小鲜肉强多了 演技不尴尬 唱歌不忘词 耍帅撩妹 样样精通 即使这样 还有被淘汰的时候 可见业务能力 对明星的重要性啊 陆寒大概就是弱化版的黎明 业务不够全 靠颜值支撑 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娱乐圈的浮躁 大家对出名 太执着了 只要有颜值 立刻推到舞台上出道 完全不在乎业务能力的强弱 以至于呢 娱乐圈的流量之子 每年都在换人 近日 邓超 陈赫 陆寒 再次集合 登上新的综艺节目的消息 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据悉 这档最新的综艺节目叫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个哈字 代表一位神秘嘉宾 节目的内容呢 主要讲述 用一个月的时间 几位嘉宾从中国东部 作为出发点 然后横贯全国大部分地区 落脚在西北地区的 一个自驾游的户外体验活动 这也是娱乐圈首次的 自驾旅游行真人秀节目 因此 疫情官宣呢 立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大家对室内的综艺节目 可以说已经是视觉疲劳了 这档节目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严格上来讲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一档网络综合真人秀 同时这个节目呢 也是由网络巨头腾讯 直接支持的 可以说在平台方面 是占据优势 而且呢 从目前中国的网络 综艺市场上来看呢 还没有哪个节目 有这种自驾游 时拍的模式啊 因此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的具有潜力 但是否能够让观众认可呢 还需要大家拭目以待 卢涵 关小彤 这对颜值在线 却始终得不到 祝福的精诚西批 无数次被造谣 分手 破裂 放出来的各种类型 好的瓜 甚至比润土 插茶的瓜田 还要大 但卢涵 在这一点上 则要比个别其他的男明星 优秀得多 自宣布恋爱后 至今尚未犯过 所谓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还是格外爷们儿的 近日呢 有网友于兰州 偶遇了行程中的陆寒 通过照片 眼见的网友 再次发现了陆寒 关小彤二人按戳戳 送出来的新鲜狗粮 图中可以看到啊 陆寒的行头潮流帅气 穿着关小彤最喜爱的品牌服饰 戴着疑似关小彤 戴过的黑色帽子 但这个疑似呢 很快便被细心的网友 找到了实证 仔细看关小彤 头戴的帽子纹路 似乎并不能与陆寒 头戴的匹配 似乎有些不一样 然而呢 很快便有买过同款的粉丝 站出来透露 关小彤是将没有图案的那一面 放到了后面 想必也是怕被发现 是情侣款 才故意反折戴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 帽子的白色花纹 和陆寒左耳后的纹路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可以确定 二人所戴的就是情侣款 甚至是同一顶帽子 说来关小彤也是 绝对够可爱的格格 一方面呢 不愿在荧幕以及公众平台上 宣扬陆寒之间的恋情 一边呢又不喜欢听人说 他们感情不好之事 想起之前因为被猜测分手 关小彤呢 还高调的晒出了 两人在家中的情侣装照片 可谓时刻立正感情稳定 简直呢 小女人心思尽险 从最初低调到在一起 到陆寒在事业和女友中间 进行选择 坦然的公开恋情 给予关小彤一个正式的女友身份 在娱乐圈中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非常的难得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匠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